哈嘍 大家好 觀眾朋友Chillです 台版吉他上這個永夜極光這個皇家大火 看來是大家期待很久的 那除了這個賀明跟這個伊卡路史是送的之外 其他都是要剪的 所以總共就是兩金兩紫的劍招 那至於他們詳細的這個性能分析 我們廣告來看一下 好 旁邊來看一下陰仙座 陰仙座大概多少都有耳紋嘛 他強的地方就是在奶媽部分 好 首先玉莊田直接起飛兩次 然後補兩次的7%補兩次的3.5% 前後排 所以全隊都補得到 再來還有特殊的彈幕 多多少補一些傷害 還有這個跨艦隊的補血的功能 所以他在整體這個道中補血的量上面 還有跨艦隊的補量上面 都可以扮演到非常稱職的一個輔助角色 然後加上玉莊田的爆發力 所以在道中配合我們的法國隊 在大世界裡面 可以達到很好的一個清場效果 周回的效率非常的快 那之後呢 如果這個意大利艦隊成型之後 他也可以配合意大利的 這個玉莊田航母陣容 去打這個演習 對 不用怕什麼什麼天龍門啊 或是一堆彩皮的文件啊 這些完全都不用怕 因為玉莊田的噁心爆發力太強了 我們後面還有這個意大利的艦隊 他們也有一個玉莊田的航母 那個傷害打擊量非常的強 所以以前我們都會覺得說吃喝長先手優勢 太可怕了 那現在有這一個玉莊田的航母 比你先手還要快 天下武功 我一塊補破 玉莊田就是快 就是狠 那在skin部分呢 現在他有出一個這個物色的skin 有喜歡的再來買 總之這一次的活動 非入手不可 這隻腳色太強 人拳腳 奶媽輸出什麼都有 好今天我們來看一下豪 豪呢他有一個特殊彈幕 每10秒會打出這個特殊彈幕 他不吃旗艦 然後他是跨射鎖定的 好流彈行止 那打出去呢 還會增加我方後排這個戰艦系統 額外的這個命中還有裝填的buff 所以他很適合在配合戰艦這個系統裡面 做到一個buff還有一個彈幕傷害 而且不吃旗艦位 撩艦位就可以有一個很好的彈幕傷害 還有buff效果 再來呢輔助技能呢 他一樣他如果跟我們這個喬治級的 或是皇家有三隻以上的話 可以提升自身的這個能力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綁定跟喬治級的 或是皇家艦隊去做一個強化的動作 基本上現在會使用的話 他就是跟約克一起上 因為約克也是戰艦 那約克也有增傷 那配合在大地 這個後面的這個戰艦的整體的輸出 裝填命中上面 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大炮系統 未來在打這個大世界 主要在打META這個角色的時候 META替敵人的時候 這個大炮陣容相當的好用 而且這個負擔還有要求都不是很高 簡單的這個大炮 減班的這個裝備 用這個組合 基本上都可以打出不錯的成績 所以在打這個大世界META的時候 相當好用的一個陣容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赫米 赫米呢他是一個戴朵級的角色 不過整體的外型 跟這個戴朵姐妹是差蠻多的 他是比較接近背法這個外型 那一技能呢是每15秒有特殊彈幕 再來二技能是一個自強化的一個功能 所以他是戴朵級的 那他的主炮呢 他也可以裝備這個驅逐炮 整體而言基本的火力 然後雷擊能力不是很高 主要就是用來打對空的一個角色 那這隻角色呢 基本上是只有在對空的環境 才能夠發揮他的優勢 所以在十二十三章 會有比較好的發揮 那一般的這個道中 新怪能力可能就不是這麼好的 那不過他的優勢 除了這個外型之外還有skin 他現在有兩個Live2D 一個是現在這個我們現在賣的這個護士 另外後面還有一個泳裝 之後還有一個週年慶的 整體而言這個角色都是非常的白 超級白就是 如果有興趣想要等泳裝的 不妨再捏一下 好啦那剩下角色可能相對來說 就是不是這麼厲害了 那伊卡洛斯呢 就是一般的皇家驅逐 皇家驅逐大部分都是走這個生存路線 所以他們的火力面傷害面其實都不是很高 他的技能也都是屬於這種防禦的一個技能 再來有這個英勇 由於的英勇就是QE級的角色 那這個QE級的角色 他其實吃這個旗艦位置 因為他有這個特殊的彈幕 兩招都是特殊的彈幕 所以他非常吃旗艦位 那這隻基本上他的火力就是跟QE一樣 只有特殊的彈幕 可以錯開這個攻擊 一般輕輕雜魚還堪用 如果是在高南海域的話 可能就不是這麼厲害了 那他這邊有個skin是一樣 有這個護士skin呢 還有未來還有中年輕的skin 那中年輕skin呢 也是買一送的 送兩隻這個QE級的角色 不妨可以等到中年輕的時候 再來買這個skin 那剩下這個鷹呢 這個鷹蠻特殊的 他是一個輕航 他也可以當作航母 因為他可以兌換他這個 副砲的機制 所以你要做一個單後排的這個航母的話 可以更換這個副砲來擋這個自爆箭 那如果是要對海輸出的話 你也可以換成這個轟炸機 然後還有特殊的這個彈幕 都可以作為使用 基本上算是省油好用 單後排航母的一個選擇 基本上你要打高南海域 可能也不是這麼高 打打七隻了 或許還還可以勝任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本次活動 可以兌換的這個裝備 海大黃蜂 海大黃蜂超厲害的 他搭載兩顆1000磅的爆彈 所以他在打擊這個對海的輸出 非常的高 他是戰鬥機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裝備在這個戰鬥機效率好的 高的比如說光輝 基本上他打出來的傷害 也不屬於一般的震撼 所以這個爆彈傷害對海傷害非常的高 這活動換好換滿 未來你在這個大世界的這個科研系統 也可以做到類似一模一樣的這個FCF 或是甚至一模一樣的海大黃蜂 不過你要做到海大黃蜂這一台飛機的 你需要的這個素材要求是蠻高的 所以活動盡量是換好換滿 那未來在大世界有能力的話 再多做一台 基本上現在都是利用這個 對海傷害比較高的這個戰鬥機 來做大世界的攻略 因為大世界基本上不會有太多的對空壓力 所以對海傷害的輸出反而是要求比較高的 所以這台一定要換好換滿 再來另外一個增加的設備呢 是這個黑棒 黑棒跟彩棒一樣都是加這個雷裝屬性的 那只不過這邊是少了30 而且補上了15命種 那他另外一個被動呢 就是把我們第一輪的這個魚雷 轉換成磁性魚雷 比如說我們一開始帶了633魚雷的話 他一開始預裝點出去就是磁性魚雷 所以面板傷害都一樣 而且第一輪的增傷會有5% 不過第二輪的話就會變成普通的魚雷 所以這兩者都有優勢 你可以帶磁連配上彩棒 你可以帶這個633配上這個黑棒 轉磁連 在第一輪的傷害上面 兩者其實不相上下 因為就是看魚雷的命中數目而定的 那第二輪之後呢 那彩棒的優勢還是比較大的 那這個黑棒到底比較適合誰 比較適合雷仲群 比如說像伊吹或是柴駿這種 他們本來就是需要這個命中屬性比較多的 然後仲群比較缺命中 那如果是一般的這個驅逐或是這個輕群 基本上都是選彩棒比較有優勢 只有仲群會選用到這個黑棒 OK 所以綜合下來呢 推薦你打撈的部分呢 低度有這個磁連 如果你磁連不是很多的這個朋友 你還是去打撈這個磁連吧 撈好撈滿才是重要的 那活動這兩個有換就好 黑棒的需求 如果你磁連撈過很多的話 你可以再多撈一根黑棒以備不死之序 或者是甚至你也不需要黑棒 直接去撈這個賀美也是OK的 所以基本上比較多推薦 推薦去撈這個磁連 然後賀美 然後賀美撈完的話 你再回頭撈個黑棒也都可以 基本上是這個活動 沒有說必要一定要撈什麼 那就是看你去插什麼 去撈什麼 好啦 以上是這一次 這個台版永夜極光的一個基本介紹 那至於你想要更了解更多細節的話 那我有個別做影片 那我會把這個影片連結放在下方 好 有興趣想要了解更詳細更多的這個朋友 可以去下面觀看 好 那我是潮妹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